意识形态继续收紧,中外合办大学要建党委,继去年中国教育部命令中外合办大学要设立党支部,并由党支部书记担任副校长和加入校董会后北京官方进一步扩大要求范围,现在要求中外合资的学校建立党委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当局为收紧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又一举措。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中国当局要求外国教育机构在申请设立合资大学时,必须增加一项支持建立党组织的条款报道认为,这意味着北京当局要加强对国内所有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对此美国俄克拉和马州中部大学的国际关系问题。 专家李小斌分析表示,宣传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宣传习近平的思想,并且加强这方面的政治教育,还有减少西方影响第二个更主要的方面,可能党对教育的领导。 国内的大学从前几年就开始是党委领导,也就是党委书记成为一把手,校长是二把手这是很大的变化。 李小斌还说,党委的工作的校长的不一样。 校长管行政方面,党委是管思想包括政治审查,项目批准这个权力就很大了。 不仅仅是管还负责定向,法官相对来说,对学校的管理起到很大的作用。 上述报道介绍,这些中外合办的大学是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机构习51%股权由中国合作大学控制剩下的49%由外国,大学负责党委的进驻。 是否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加大对中外合办机构的控制权? 中文正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将党组织安装,在合办校园里,是为了让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平时不一定给党委具体的安排但放在那里,等到需要的时候,就能以党组织的名义。 8号施令,起到一定作用比如教学内容,师资配备,活动安排等,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大学有必要妥协,但一些申请方会在条款中,加上有关将党的干预限制,在法律范围内的表述以作抗争。 而李小斌则认为,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现在很多学校可能就是走走形式而已,恐怕不会产生很大的摩擦,矛盾,甚至对抗合作办学,的外方很重要西方的科技。 资源和学员都是中国现在求之不得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关门或退步的表现,不过就是形式上和国内的学校相互协调。 实际上,我想和做办学这些学校,还是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中外合办的教学机构,动刀。 金融时报去年曾报道,中国教育部要求合办大学建立党支部党支部书记,需同时担任副校长,以及加入校董会。 这样党支部书记拥有对大学高层人士聘用、预算分配等事项的决策权呢,吗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安排党员加入学校管理层,为什么还要加码,要求合办大学设立党委呢? 胡平告诉记者,副校长的权力远比不过党委你中国政府弄个副校长进去,还是进入人家的体制。 人家外国学校,有他自己一套建制副校长也好董事也好,都有一个职权范围,但安一个党组织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是在外国学校体制以外的他跟你外国学校是平行的甚至背后有靠山。 中国政府胡平补充表示党委的存在会是和办大学校方进行自我审查,弄不好他党委会给你在中国办的学校带来很大的麻烦。 就像你旁边坐着一尊神像,他什么话都不说,你也小心翼翼,但李小斌确实不同意见。 分校领导层大部分都是外方代表居多国内校领导上,外国校方的管理层,都不是党员或党委成员党委,也无从下手没办法领导。 据了解中外合作办学自2003年获得批准以来,中国以及海外大学已经建立了2000多所合作办学机构。 今年7月中国政府终止了其中200多个学校的办学资格。